还是养一个 你过去一堆孩子 哪有钱呀 吃根冰口都飞进 都是自己开发的玩意 现在都没了 回过去挺有意思 是 现在这个孩子 你知道我这也养了送过去 就知道 除了手机 带你上游乐场 哪不花钱 现在就是你不花就不行 他都给圈起来了 现在都是钱 所以现在也是 挣钱也不好挣 养一个就是什么了 而且现在还 还要多养了 养孩子有什么用 现在他不缺人 现在都往下捡人 乒车都无人驾驶 装上那个 马哥好 咱们接着说点什么 天热 什么时候那时候喜欢夏 特别喜欢夏天 那时候小的时候 为什么喜欢夏天呀 夏天一个人 穿的少 对 穿的少 方便 方便 咱们一起来以后 就要穿个裤衫 穿个背心就出去了 对 那时候咱还记得最清楚 夏天的玩意儿 特别多 尤其夏天咱就不用说 那个夏天就是昆虫类的玩意儿 咱就特别多 你知道一到夏天的时候 该是有老杆了 叠老杆 咱管它叫老杆 还有叠老杆 叠大叶子 是 护底 这地鸟 天坛里还有老牛 老牛都知道吧 有点 有两个鸡 有那老牛 哎呦老牛 还有那糟狼 是不是 踏糟了 对对对 在这个树上爬着 发现糟狼了 是 你们现在还有一个玩意儿 就跟那个舍个浪似的 不叫舍个浪 那清个浪 清个浪 还记得吗 对 那大黑的 那逮不好 就是舍个浪 有时候当时 其实舍个浪 有的孩子没认出来 他当经个浪 逮了 经个浪比舍个浪 短 方 舍个浪 前头出来一个头 经个浪是圆的 那头是几乎是平的 他也有一小脑袋 经个浪 经个浪干嘛 经个浪是 逮着满影后 还一件 拴上他腿 别拴一个腿 你拴一个腿 他一飞的时候 他腿弄舍了 也飞了 你要一拴 多拴上几个腿 他第一是八个腿 是几个腿 我忘了 拿馅儿 老太太说背我 粗一点的馅 拴上 拴上以后 你递了他玩 递了他 他不好说 大了 呜呜 他飞 你递着他飞 就是好玩 对 那时候得那老杆 不也是吗 得老杆了 马用啊 现在可能都不让 得老杆了 不让得 老杆不吃门子吗 那时候谁管这个 是不是 那时候麻雀也随便得 那时候还消灭麻雀呢 麻雀吃粮食 是不是啊 号召打麻雀 现在不让递了 现在你递 你递现在犯法 判你小子十年八年呢 就不有一个递一鸟吗 是递错了 是稀有动物啊 判了十年 对 别说那个了 就说那小时候有这玩意儿 还有天坛这个 逮老杆 沾老杆 到了晚上上天坛这个 我们小时候摸那马迹猴子去 对 摸那马迹猴子 摸到 你看 有时候摸不着以后 你就看着 借着月光 看这树上 就鼓一块来 像这形状 他轻易 他爬得慢 他到后半小 他爬得快 对 他一出土以后 这就晚年了 他在这趴着 他到后半夜 你就看 他爬到一定高度以后 他不动了 他就脱壳了 脱完壳以后 那壳就沾那了 他就上树上去了 他就到了晚期了 是哑巴的 是叫的 他就走了 那壳咱也逮他 那壳咱也巴的 那是药材 那是药材 那是小时候 一老一子玩 上公园来捡冰箱棍 对 捡冰箱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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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那竹子的 对 那木子的冰箱棍 那扁片的 大雪药 那不能玩 不能玩 也捡这竹子的 还得洗牢 一干净以后又不粘 摆在窗囊上 一人掖一道 再带糊涂 玩不冰箱吗 玩多少了 最少三十了 最好 最少出三十 有时候说 出最少一百的 一百九里一大掐子 有的玩儿 咱们有钓衣的 马在手背上 一块 都抓着 就钓衣根 这一大把都你赢了 输了 再捅一把 又一出 再一抓 出二 你输了 他该来了 他一抓 他一出 你钓 钓衣 你还赢了 那时候就玩那个 还有马赛克的片 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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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赛克一捅 还一捞 对对对 你们都不知道 放宝 烟鸟盒 拍烟鸟盒 玩不完 尤其那得老杆 尤其那得老杆 还得什么 还得执老杆 还得执老杆 还得大铁丝 老杆 我二哥只过一大的 那好得 那目标大呀 那一飞 有这一往 得好几朵 是吧 得不老子 粘去 粘起尿 讲究主的 人家有套杆 牛皮套杆 一阵不长 抹上的椒 就拿咱们的喉皮筋 薄成椒 搁松香 搁的药活里 到上天 咱还憋着 该粘了听哪儿叫呢 抹点椒 啪啪啪 一接根哈 一啪 还得带一笼子 其实他一想 逮他们这干嘛用 粘完这赤板也不整齐了 还得扒了 这让椒都给粘毁了 但是他叫回 我叫回一会儿 但是也有人逮干嘛 人家里有养猫子 那时候就 家里不叫养猫了 就是养个猫啊 也不那么重视 也不叫丑猫了 有的烧着吃 对对对 有的烧着吃 不敢吃 回去给那猫吃 你知道吗 6月1号 露天游泳池开放 是不是 人家现在哪有啊 那时候二十分钱 游泳 龙南湖 还村医上 到时候凉水冲雨 去的时候 裤着鸽兜里头 回来一会儿 弄个树岔子一顶 也到家了也干了 是不是 就玩不完这玩意儿 排队都玩不完 又那么乐 女孩子更多了 插包 插包跳肩 跳鼻筋 是不是 多的是 你知道吗 你先带那孩子 一边多了 就玩手机 就玩手机 带孩子好像玩去了吧 什么游乐场 哪都哪不花钱啊 就养了一孩子 养了一孩子 这一天到晚 那就是零花啊 就钱就出了 就嗨了 那时候要是那么多孩子 说的 吃味儿 每天能吃根冰棍 能满足一根冰棍就不错 对 你知道吗 现在这孩子 能不能都吃梦龙 梦龙八块一根啊 一块一根啊 今年又这么贵了 还有那时候你说那 薛什么高 那最贵的时候 卖一百多一根 过去他们一百多 养家子人 来着一百多 我爸爸六十二 养八口人 一个月 那是一个月 我说现在这不容易啊 真是 再养这一个孩子 现在说养二胎了 三胎了 一说这事儿 又又又又又了远了 现在别养了 也费钱也费力 养一个 我提上养一个 就齐了 现在你看这市面上 这汽车都无人驾驶都出来了 用不着人 现在本来又人没用 你知道吗 高科技有用 让他们兴去吧 那天又说这个 这无人驾驶 还撞人了 是 撞人了 然后现在咱们要人驾驶的车 撞人了 又赶紧下来扶 无人驾驶撞人了 又躺着吧 没人扶你 是不是 你只路人扶你 谁敢扶你啊 你碰瓷的呢 过去有司机下来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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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给你打个电话 现在他不知道他这个无人驾驶 有没有这功能 比如他撞人了 他做何反应啊 他就在这等了呀 他是吓人呀 他是反书 他有电脑指挥的 他打 他打电话 报警啊 那个有视频能看见 视频能看见 后台 瞬间 那啥无人驾驶 那后边还是有人啊 有人啊 哎呦我还不明白 北京现在市面还不多呢 说一砖有啊 哪有啊 弄去吧 弄去吧 没人把这东西 他没人搁这儿了吗 实验玩 这科学家我说了 你没事干了 我爸 你研究点 对人民生活有好处的 对 你像那看病这个 是不是 你把这大夫搁成机器人 他就不给你瞎开药了 你知道吗 这大夫这就是人 人心啊 本来没那病啊 他给你开那药 你也不知道啊 对 你要是电脑子呢 通过你这个 智能 智能 就是那病 他不开那药不行 对 他藏了也不行 是不是 多实惠啊 是 你把这高科技 搁在该搁的地上 这不该搁的地得瞎搁 真是 这天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都自本 你知道吗 好他当天圈个堆 圈个地儿 扑扑就可以搁车啊 你刚搁车哪不地儿 不不不地道了 你搓走了啊 他找谁说理的 可以 画个线就要挣钱啊 得了得了 就聊聊过去吧 好嘞 谢谢马哥 我从过去孩子的欢乐时光 说到了今天的孩子成长环境 其实意味深远 今天养个孩子确实太难了 这一切也许是科技进步的结果 也许是我们哪些方面做的还不到位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对此您怎么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